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這次我們就說說在倫敦的芒友要小心 因為剛剛才拘捕了一位人士 這位人士是跟近來五起發生的 《Arm Robbery 》 即是磁械行劫有關的 是磁械行劫有關的 最近倫敦和一些英國地方可能假期 人們出來動手比較多 說回吧 倫敦的帳簿 其實是發生了一起 幾可怕的搶野 當然了,手中是拿利器的 而且是日光日白 在大街上 其實我之前認識的一位皇友 他不是BNO哥來的 他去了倫敦十六年 他算是一個 幾公道的人 對於英國的評論 他就說 他說話跟他差不多 雖然他很黃 他是一個 知名的快必的支持者 大國 有沒有寫信給快必? 他們不單是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 他仍然是和快必的合照 他是一個皇友 但是他也勸BNO哥 沒有錢就不要來 這件事我就給他回憶 沒有錢就不要來 而且他們說 英國治安怎樣怎樣 他就分享了經驗 就是 他有朋友就是這樣被人 結了一些東西 搞到終身也是抱憾的 就是 不是升天 不過就是 以後工作的 能力就喪失了 所以他就勸 香港人不要那麼傻 聽KOL說話 什麼都沒事 這件事我就覺得 他也是說一些人話的 說回這件事 倫敦在這個帳簿 目擊者就看到 兩個穿黑衣的人 想 搶劫一部電單車 車主就極力反抗 你記住 你知不知道是怎樣 那些人在等著紅綠燈 那些人 停著紅綠燈的燈位 直接想拔走電單車 搶走 幾狼胎 後面一大堆車 電單車車主就極力反抗 並且 看到他 手上是有利器 這就糟糕了 不過 這位車主伸手也很好 將他的利器 就是 用力的拔走 用力的拔走 很厲害 吃過夜粥 最好就不好 真心地說最好不好 因為你都自己很容易拿東西 之後 雙方就在這個 Elevan and Castle 的地鐵站後面 賬保地鐵站 對的 後面就發生了 追逐 和握了一堆 但是我覺得 不是那麼好 他有利器的話 你和他握了一堆 在地上滾來滾去 大家互相動手很危險 除了有利器之外 原來這個人 還會有鎚子 厲害 看得都害怕 不過 因為這位車主 他長得比較高大 所以 身手也是敏捷 可能吃過夜粥 就避開了 因為他把 動手的人的利器 拿走了 結果還有鎚子 他也避開了鎚子攻勢 很厲害 沒錯 後來 大家都下車去 什麼事 真的是很瘋狂的 在等紅綠燈 你夠膽這樣搶東西 你後面一大堆車 人們每個人就紛紛下車 最終 很多人 覺得 你還不走我們就什麼了 就倉皇而逃 當他們 逃走的時候 兩個人因為 配合失誤 跌了一夜 就引起 當場 圍觀的人士在這裡歡呼 但是毫無疑問 光天化之下出現這樣的事 你等著紅綠燈 你也敢動手 就令很多人心有餘貴 是不是 我猜 如果光天化日 膽敢做些事 可能他們之前吃了一些東西 精神那裏就 很抗憤 就不知道了 所以就膽敢在光天化日 搞 不一定的 我跟你說 不一定 現在英國有些人很狼胎 這個不一定 那麼隨機 那麼倫敦也很危險 你是一個亞洲人的想法 但是 你去到歐洲 你就覺得其實不是 是很隨機都會這樣被人搶 你是一個很善良的亞洲人 你在西方住過你就知道 很多這樣的事 突然之下 說拿你就拿你了 所以 有人說 幾天之內 那麼多事情發生 復活節 復活節之前 也有很多發生 那麼就向這位倫敦市長簡世德 就說他 喂你治理倫敦好不行 導致現在這些案件就憑發 那麼多人出來做大茶飯 那麼究竟簡世德是否做得那麼差呢 我們等一會再說 簡世德當然了 你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 BNO9很憎恨他 因為有人不接受訪問 其實這個星期 在昨天 世界 拳擊冠軍35歲的 拳擊手 就是跟他的 老婆在倫敦 外出的時候 又是被人搶 又是被人搶 你要記住 人家是有砰砰的 所以你就算是 世界拳擊冠軍 都是無用的 都是無用的 當然 也有人說 究竟什麼事呢 英國經濟不是很好嗎 一點點地方 一點點地方 以及 大城市始終 是會有一些 雜 雜 是否應該說雜 很雜的 要小心 這位 拳擊冠軍 他 厲害了 被人搶了 豪華手錶 你用棒棒沒辦法 你最多會打拳 如果大家 山水有相逢 拳頭有相撞 那你就贏了 是吧 但是你用棒棒的方法 就 有些難度了 是 所以 你是沒辦法 人肉 怎麼跟這些 幾個東西去搞 他的手錶是多少錢 就是 72000 相當地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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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 心痛 7萬多 我聽到 大哥 這麼貴 當然 他也想不到 其實這位拳手 大家可能都聽過 阿米爾 漢 Kan 又是 簡世德也是叫Kan 也是叫Kan 不過 他翻譯就叫簡世德 這位拳王他很搞笑 他直接在Twitter 加這個簡世德 他就說 為何我們家 即是倫敦 的治安可以差得那麼厲害 並且 他就說 本來打算在倫敦 長住 後來 都是想改變 改變方針 就不在倫敦住了 我們看看 根據倫敦市 治安及 犯罪 辦公室 公佈的最新數字顯示 其實 簡世德 領導之下 的的確倫敦的 嚴重罪行是有所上升的 自從今年年初以來 倫敦已經是有 24宗被人拉低的案件 24宗 而且手法都相當地 殘忍的 根據數據顯示 2021年倫敦大都會警察局的數據 就看到 有233,965起 暴力事件 比在2020年 220,607個個案 上升了6.1% 另外 在 復活節假期 過了的 第一個工作天 在倫敦 又有 大家開啪啪啪 大家開啪啪啪 根據目擊者就說 他們聽到 五聲啪啪聲 並且有 女子尖叫的聲音 警方就說 一名 二十多歲的女子 首報中了蓮芝庚 立即送到醫院 很幸運的是 補犯條命 其實剛剛復活節假期過了 我們之前也說過了 倫敦 發生了多起 持這個利器 去結人的事件 就好像復活節的第一天 其實在 New Eddington 附近就有三名青少年 大家 用利器刺大家 很年輕 十五歲 十六歲 十八歲 幸好就沒有 這個 人命出來了 第二天 又有一名 27歲的男子 又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 Croydon New Eddington 一條街上面 又是大街上面 被人擠了 一夜 救傷車第一時間 就把這位男子 送去搶救 還好 亦都是保住條命的 我們看看倫敦市長 簡世德 就被人 射了 究竟 他是怎樣回應呢 他的發言就說 其實都是廢話 確保倫敦市民的安全 仍然是簡世德市長的 第一責任 他和他的團隊 現在在想 方法 會採取積極的行動 對犯罪和犯罪原因 都會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 那就沒有其他東西了 其他東西就沒有說了 市長發言也說 倫敦 在警務方面 已經投入了 創紀錄的資金 所以大馬上 剛才說 減人 不是 是增加了人手 我們是 猜錯了 我們猜錯了 原來是增加了1300名巡警 並且他們說 現在加緊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 市政府就計劃投資 大量的金錢 為大概10萬名的年輕人提供支援 多少金錢 他就沒有說 你看到 B&Loga也是要小心 倫敦 移民去的人不多 其他人比較多 因為貴 貴 如果太貴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 住倫敦 樓價也貴 租價也貴 不過 相信大家聽台洋節目都知道 英鎊跌得很厲害 這件事又要說說很有趣 有些B&Loga就很開心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還有些港幣未換的話 那就正了 換回房 好新呀 但有些人如果很早換了的話就在 放這麼深口 你過了差不多一年 應該 所剩的港幣不會太多吧 不是 有些人還未賣樓 未賣樓 還在租樓 OKOK 當然 我們認識的那些球台 他就說香港人很快賣樓 又說也是斷崖式地下跌 我們昔目以待看看是否真的 現在英鎊已經跌到18個月以來的新低 英鎊對美金的匯率已經是到2020年10月以來最低點 我記得現在的匯視還未看 但是 好像是跌破了 一磅錢 好像是換了九個多港幣 我看到他們最低的時候 所以 有些人就丟心口 哎呀 總之不要這麼早換了錢 你怎麼知道 你要花錢 租樓又要租一年 是嗎 他們一年前 過去BNO祖國的時候 都未發生那麼多事 鵝烏污也有什麼事 怎麼想到鵝烏污呢 又想不到鵝烏污 是嗎 還有很多事情 那 究竟為什麼磅跌得這麼厲害呢 跟我們之前的節目說的 就是 零售的 數據比較差 即是 消費者的信心比較低 那 當然 對於這個國家來說不是好事 那麼鵝烏污信 就 轉移視線 可能又說 哎呀我們先搞經濟 不要炒我 炒了我很嚴重的 哈哈 這些是經常說的 那現在 倫敦 作為英國的首都 是不是應該搞好一些 治安呢 因為話畢是 很多人就在希斯路下來了 因為在機場第一站的就是倫敦 是不是 如果你看到 原來是第一站 看到有什麼 互相用力氣去接大家 要不然有棒棒 在 這個等紅綠燈 居然有人 要搶走你的電單車 有鎚子 你看到也心寒 如果作為一個遊客 第一個下去的時候 我大概都知道 其實英國有些地方都是很嚴重的 治安 所以各位網友都要小心 倫敦有些地方 當夜晚是不可以出街的 很危險的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